那我知道聚会老师还特别帮我们准备了一个量表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问卷是来自于Lighthack 那本来应该有15题 那老师特别摘了其中8题 那待会每一题呢 就是1到5的评分 1 2 3 4 5 1代表非常不同意 5是非常同意 第一个就是当你面对危机的时候 我通常会马上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逃避它 二是当遇到难关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沉浸在后悔或负面情绪 它就是已经发生了事情了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坦然接受 就是可能发生了一些 不是因为你造成都是 因为可能是这个 真的就是像特别是一些天灾 有些就是意外的人或者部分 你那种接受现实 接受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如何 3 是如果遇到了难题 我通常会想很多种解决方案 而不是无所作为 它指的你是不是在于观点上面是比较多元的 我自己也养高中生的孩子 他们准备要考大学了 我知道有些大学生进来之后 发现这个系可能不如你所愿的 我是不是可以想着说 我其实是可以有多元的方法 在来面对我的 就是选志愿的或选科系的 或选消息转学 其实很多转学考也很 其实现在蛮容易的 我说是能够多元找很多方法 这就是你的这个观点 是我不太会把自己困在过去 那这边指的就是 我有一些比较正向的positive action 我会比较采取比较正向的作为 正向的这个部分 5 我经历了困难之后 我会常常回想 我从中学习到什么 6 我很容易相信危机可能是转机 那5跟6的部分是 我从这个好像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当中 我究竟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什么 那这边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反而 所以恋爱没有错 恋爱失恋了 这被要被 不论是被逼远 还是被被迫分手 全部不是你的主动意愿 被结束这关系 你一定很伤心 很生气很失落 可从中心里面可能开始想说 我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我可能 在关系经营上面 我有一些没做好的 还是我们一起没有做好的 所以我可能重新做一些调整修正 7 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跟家人或朋友说时 我不会觉得尴尬 8 我如果知道我遇到了困难 有一个人会给我建议 并且听我倾诉 那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青年任力的部分 7跟8是 这个概念是最最最重要 我觉得它也呼应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美国心理学会在讲说 任性的最主要的组成 就是家庭内跟家庭外 都有关怀的跟知识的关系 你能够去表达的 然后你是可以找到 找到一个人去表达的 发展这亮表的人 把大家的得分 总得分 你想平均也可以 我说你刚刚来不及家总 你用一个大概 4 5分 3 4分 2 3分 这样子也可以 像刚刚我们的Tony回答说 他的分数是31分 所以他就是正好卡在这个 最高级跟第二级的这个中间 就是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能扛过来 是 那他如果再分数再高一点点的话 就是往上 那就会是 你完全是钢铁人 就是再怎么样的 你好像都可以 当然不是硬坚 就是你可以去面对 然后你可以想办法去克服 包括情绪的部分 那怎么样的分数是蛮需要 表示任性可能不太行的 如果你的回答 每一题都大概在1分2分 或者家总起来 如果这8题而已 你家总是在8分到15分 就不到15分 那可能就是 你的任性非常的不足 任性非常不足 那我可能就会 要鼓励你 或者是你如果 不认识什么社团的话 你可以到 我觉得空档也蛮多的社团 空档蛮多的课 是现在可以免费上的 像非常多的这个 很好的心灵鸡汤的 这样的处方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句话说 关系强化任力 任力又创造关系 前面那句话没有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的那个 定义里面 包括在做那个 自己的任力的这个 这个什么 就自我测试的时候 其实都在问这件事情 问题是会关系什么 所以关系会强化任力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任力 又会创造关系呢 那真的指的是说 我今天因为什么 我今天因为就是 就是为了 就是我说遇到困难 所以因此我可能就是去 参加一些某些活动 寻求了某些的这个协助 所以因此我又有一些 别的关系的开展和发展 或者去做一些 如果大人 大人可能就是 反正去参加一些 所谓的服务性的工作 其实在这里面 你从所谓的助人之后 你当有困难的时候 你也能够被备注 社会关系网 它其实也是会撑住你的 当有问题的时候 是的 嗯 由于